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要玩遊戲是末日生存的第33集 然後呢這款遊戲我在遊戲開始介紹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說就是 這款遊戲到1.4.6版本 都還沒有開放 A區地堡的密碼 所以呢密碼現在沒有的官方還沒有開放這個密碼 所以網路上你有看到任何人寫什麼密碼什麼 請你們不要理他因為全部都是假的 好不好 因為沒有開放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你去想一下 實驗室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完全弄好 官方在實驗室這個地圖沒有做好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有A區的密碼可以給你然後去 玩那個地圖呢 所以基本上來講是不可能的好不好 到這一集還是跟大家講沒有密碼 好不好很多玩家可能在 看我的影片可能看太長之類的 可能看不下去然後你可能中途就離開了 可是其實我在影片裡面都會一直強調 很多物件很多密碼都還沒有打開 包括材料都還沒有辦法去生產一些槍枝的東西 很多金屬都沒有開放 包括木頭金屬 這些都還沒有開放的 同時很多東西都是不能做的 然後還要特別記得 現在這款遊戲是公測 公測的意思就是公開測試 不代表他是完整版 所以很多東西他都還沒有 實裝 包括機車 ATV那些東西現在是組不起來的 好不好就算你跟材料 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收集好了 可是他基本上也是不能起 因為他沒有開放這些功能 如果開放的話 說真的 其實 我這邊的話 一定馬上就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我會馬上PO文告訴大家說 什麼東西可以用什麼東西不能用 所以大家記得不要再執著密碼了 你就要有密碼你現在也打不贏 裡面實驗室的殭屍 因為你在上一次的 影片中沒有看到要火神那些很強的武器 然後我們現在這款遊戲呢 官方向開放到你可以做 好武器我跟你講可以抓到哪一把好了 你現在武器最強呢 好你就只能抓這一把武器好不好 其他武器的部分呢 你可能開空頭箱可以拿到 包括可能打打死NPC電腦 可以打可以拿到一些武器 可是你這些武器都不能夠自己去製作 你知道嗎 就強制的部分 所以說不要再執著於那個密碼了 密碼現在是沒有開放的 還很多材料都還沒有開放 然後還有這款遊戲會一直洗白玩家 就是因為這是公測 官方其實基本上不會管玩家 你今天是 你玩這種遊戲的時候 遇到什麼bug 因為bug他本來就是公測嘛 然後公測的狀況下一定會遇到很多奇怪的狀況之類的 所以我今天在遊戲開始前還是得跟大家講沒有密碼 因為留言每天非常多都在問密碼 因為生氣很多新玩家現在越來越多新玩家 我覺得是很好 可是你們一定要知道 真的沒有密碼 有密碼的話 你們在巴哈也可以看到很多論壇 包括你們常看 我的頻道一定會講 好不好我們不會常識 有密碼跟大家講 好 那今天開始 今天單元 今天我主要要告訴大家 怎麼快速在森林中 呃 就是有點像是清掉裡面的怪 然後可是其實 他需要帶一些補血包的 因為他是蠻容易死掉的 因為我現在呢 我還在1.4.6的版本是 這個bug還存在 就是無限吃食物的 的bug還在 就是無限吃 只要是補給品或食物和水 蘿蔔所有可以放進去 背包裡面的食物都可以拿來 就是無限吃 可是這次遊戲的bug不是外掛 大家記得 然後呢 再來就是等一下會分享今天 呃 有兩位玩家我覺得是非常高手玩家 他們在 玩這款遊戲玩了 很久了 有些從 玩一個月有些從這遊戲開始玩到現在 還有各位新手玩家 我今天要跟你說如果今天我的影片中找不到你要答案的話 那還有個地方可以找到答案 因為 留言真的太多了 我不是不回 其實真的回不完 所以說我們要把1.1回覆 1.1回覆你們的留言 我跟你們道歉 可是如果其實在每一支影片如果像很多玩家他從第1集開始看看到 我現在33集 如果你是從第1集開始看到33集連新手編全部都有看 基本上你玩這款遊戲一定不會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很努力的把所有 你在這遊戲遇到的問題跟 情報都提供給大家了 我不會嘗試好不好 因為今天我也喜歡玩這款遊戲 我也希望玩這款遊戲玩家越來越多 好 前面的廢話太多了可能大家不想聽 不過 大致上就是我的心聲啊 我希望大家知道 呃 情報這種東西我們一定會提供給大家 不會有人去嘗試 因為你 你今天是玩家也會是為了我們的隊友 好不好 所以 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可以大家一起研究 好 那現在開始的話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還是有問我說 怎麼用這個bug 這個bug在 先跟大家講喔 這個bug目前你洗出的東西 我不確定你在下次更新會不會存在 有可能全部會不見 因為官方他現在要修正這個bug 他有可能就會讓你的物件不見 所以大家記得這個bug的話 不要太依賴bug 遊戲的本身才是最吸引你的東西 因為現在很多玩家其實食物也吃不完啦 所以說 呃等一下我教大家 快速清森林的怪的方式的時候呢 他是有風險存在的 好 所以說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因為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殭屍是可以互相打到對方的 好我先簡單教學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拿著雪包好了 一定要拿兩個雪包是真的雪包 你做的雪包 然後 你把它分開成兩個 好 分開成兩個 它現在是兩個嘛 現在有兩個 好 它現在是個而易的狀況下 你就把它移過來 你的 口袋裡面 然後按兩下 好按兩下以後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等一下要先把這個移過來這邊 好 我從來一次好了 因為我剛剛原本裡面有個雪包 這樣會不準 我怕大家看不懂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刪掉 好 現在有兩個雪包嘛對不對 你記得兩個雪包都夠了 放在嘴上拿這一格 然後把它分成兩個 這個放進去 口袋裡面按兩下 好你會看到你的雪包又補回來了 下面這個雪包呢 移出來看 它會變十個 好 這樣的話就已經成功使用這個bug 好然後最後呢 你就只要把 你只要把這一個 兩個雪包再放回去裡面 這樣就不會消耗到你的雪包 而且你的雪包還可以使用它 然後像我現在自己 知道有這個bug嘛 所以我基本上來講呢 我會 帶兩個東西 一個是食物 因為你現在野外可能 很容易餓 我們在外面採集東西之類的 你可能會餓 所以你就是帶 呃 等一下我先把這吃掉 好 好這個現在已經是 因為這個我已經 就是有用到這個bug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一樣你今天從爆爆已經拿出兩個罐頭 對不對 分成兩個以後 這個可以先移出來 這個bug已經洗好了 已經洗出來了 一樣放進來裡面以後 點兩下 好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一變十個 那就成功了 你就可以把原本的罐頭 再放回去 好 這樣子的話你這兩個物件 就已經完成了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使用 無血跟 這個罐頭可以用 然後有些玩家他遇到說會閃退的狀況 像我也會 因為每個人版本跟手機型號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在使用這個bug的時候可能會有閃退的問題 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使用 然後 我不推從外掛 可是如果是遊戲裡面的bug的話 因為現在公測階段如果你想使用是可以使用的 我覺得是沒有很大的影響 也不會破壞到遊戲的平衡 因為目前 也沒有開放連線 所以說大家不要再直走連線什麼的 連線是還沒有開放的 等一下 我現在帶的是什麼武器 我帶一隻 閃彈槍幹嘛 好等一下我會 帶的是比較 像我現在身上脫光光 其實是因為 呃 等下我去玩那個方式有可能會死掉 就是 吸引怪的部分 然後有人請我說就是 他的因為他的手機是Android手機 他現在已經不能使用bug了 所以說他想問說可不可以前我去 泰坦森林 去開裡面的箱子 其實我試過可是很難 因為泰坦森林裡面的 殭屍太多都是主動會追過來的殭屍 好大家可以先看我的兵器庫 好這件是我收集到各種兵器 可能還沒有完全齊全啦 不過大致上這個遊戲的兵器大概是這一些 然後如果 應該有少收集到嗎 還是都到齊了我不確定 好總之來講然後槍枝這一些好像還缺一隻 好像沒有 沒有拿到也可以死騎 和狙擊槍 好 我現在這個武器就好了 然後我現在會先去 我體力值應該夠吧 我先去三級的森林 等到最後可能會用死回家的方式 因為體力值其實不夠 我也不希望大家等下看廣告 好太好了 這樣應該體力值夠 我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個玩法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是 殭屍跟殭屍互相可以 打到對方 可是必須那個殭屍有技能 技能譬如說無翼怪是土 獨翼嘛 然後肥肥怪的話是地震嘛 所以說這兩招可以打到其他殭屍 然後 這個早期其實 不算早期 應該是上個月有玩家跟我說這方法 那時候我覺得 天哪 好像有一點容易死的方法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補血包你帶夠多 你未來還是可以使用 對 因為我現在呢 事先用這個bug方式示範給大家看 好 因為你一定會變毒 會臭嘛 好 我不能心太多隻 因為我的 我的版本的部分會閃退 是我自己手機 加錄影的關係會閃退 好基本上累積到這些就夠了 然後肥肥怪的特性啊 他是你要在原地的時候 他會使用地震波 對 你要靠近他然後他在 你在原地比較不動的時候 他就會使用地震波 然後獨翼怪的話通常是一個距離 他就會使用獨翼 像他們就已經互相把對象打死了 然後先跟大家講喔 如果是殭屍打死殭屍 經驗值你是 就一人一趴都拿不到喔 對你是完全拿不到經驗值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練經驗值 不是要把怪物給 快速清掉的話呢 不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殭屍的經驗值你拿不到 好然後像我會用補刀的方式 可能殭屍快死了之後我就會補刀 然後建議就是留肥肥怪 因為肥肥怪的經驗值是最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經驗值 對他經驗值500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要 升等的話最快是把所有生理的東西拆光光 然後 肥肥怪一定要自己親手殺死 不然你會拿不到那個經驗值 包括採集果實都可以拿到 10 10XP的經驗值 所有的樹木都可以把它採光光 你可以很快就升級了 所以說你今天不一定要來高級生理 你可以去那個 最初階的生理你可以把所有 的物件都把它採集完 然後像這個遊戲裡面 你可以刪除物件 如果你今天是為了升級的話呢 包包滿了 你就把東西刪掉 你在個地圖裡面 把所有的殭屍殺光光 包括把所有的物件剪完的時候 你的等級會升得比較快一點 對大致上來講 這是最快升等的方式 然後殭屍互打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版本 我剛才講會盪掉 所以我不敢 抓 就是 吸太多怪 不然這個火車拖太長的話 其實我容易就被 這火車撞死了 好這樣子的部分我會鬧圈圈 然後如果我是想要讓那個 肥肥怪被打的話呢 我就用毒液罐去打他 因為我現在只要停下來的話 肥肥怪就會用那個地震波給大家看一下 我停下來 他還沒用 有他就用地震波了 這樣的話其實我會讓他把 毒液罐的血震到剩下最後 可以了現在可以打 最後大概20滴左右就可以開始打他了 主要還是要看你手上拿的攻擊的武器 的戰鬥力多少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話 來了 來 就在等他 然後像我現在 我的這個Bug啊 我不能夠把補血按太快 會整個閃退掉 會整個閃退 閃退非常嚴重 就是我的 拿個集裝箱 然後如果說有他的 裝備我還是會拿 其實我是不用吃的 這個果實啦 因為我有帶一個補的 然後之後這個改版有可能 Bug無法再使用 可是我會再 看有沒有其他Bug啊 因為其實任何遊戲都有他的Bug 包括 現在的 線上遊戲也都有Bug 只是說你有沒有發現而已 然後像墨烈生存遊戲來講呢 基本上來講 呃 你們在玩這款遊戲會覺得很困難 因為這款遊戲他就是會做難易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說呢 有點像是要鍛鍊你自己的身手啊 好很好我再換這支武器好了 然後像我自己啊 如果沒有那個 武器的時候我就會做 木毛就好了 像這個我現在也都不會先不拿 因為等下可能繼續玩 去跟泰坦 那邊去偷開箱子就會死 其實今天這集有沒有想要去 打泰坦 可是後來我看一下我裝備其實不夠多 所以要打死他是不是有點難的 因為目前我剛剛看感染森尼他現在只有一隻泰坦而已 我最近兩天都有去看一下都是只有一隻泰坦 然後很多毒液怪 跟一些普通殭屍 然後有肥肥怪嗎我有點忘記了 等一下 一定會被發現啦因為那邊 感染森尼的部分 殭屍的 那個 鼓動初級距離非常高 好這個就可以讓他們兩個隻互打 一隻毒液怪會互吐自己 然後他們普攻是 打不到對方的 好然後普通殭屍的經驗值很低啊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就會讓他直接死了 然後未來呢其實大家 補血包現在很好做啦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現在是基尊玩家 你其實根本不用BUG你也可以很多補血包 因為現在那個布啊很好蒐集 就是這個布 第一條 先拿一下好了 好菜刀 菜刀也蠻帥的 他的攻擊速度也蠻快的 好大致上來講這就是殭屍互打的方式 你可以讓他們自己打對方 可是 如果說你今天要比較不損血的方式的話那你的 你可以鬧森林的樹 我看到沒有其他殭屍可以跟大家 示範一下 好來我看給你們看一下喔兩隻肥肥怪像我就會鬧 鬧這個 鬧這個樹 好 通常這隻的方式可以讓他們打對方 可是其實這方式如果你今天血包數量沒有很多話 其實基本上來講你也會很好血包 所以說呢 各位就是自己還是用那個三倍攻擊輸出是最快的 就是用偷襲的方式 我記得之前我有介紹過啦就是 說如果你要快速輕怪的話 就是全部都用偷襲的 好這個的話就可以讓他們兩個互打 可是其實打很慢 通常這時候你的裝備都已經被蒸壞了 好等一下最後我希望他們兩個血都很少的時候我就把他擊殺掉 這樣的話就可以裝他們的紀念 然後很多玩家他們現在 你們現在玩啊 在更新之後有可能會被洗白 我覺得這是 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玩很久了 可是遊戲官方他們現在也是 就是 擺明一個態度是說 他們是公測的 所以呢 他們也不會去做任何的 處理或處置 或者說 如果說你今天很 很不喜歡被洗白的話 可能就只能等正式版以後 再考慮要不要玩 對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在 呃 這款遊戲下面就有寫公測 然後公測本來就有風險啊 他就是可以去做洗白的動作 然後他會變成說 你今天如果 花了錢 然後呢 他之後可能會變成遊戲幣 放還給你 公測結束後 好我們先看一下有什麼可以拿的 像水的話呢 我會先喝一下 好拿到一個 大的 甜甜圈 我等一下可能 不知道不要死了 因為 其實我還蠻喜歡甜甜圈的那個武器的 這是我說的甜甜圈這個武器 如果你是 今天第一次看我這一集的話呢 大致上來講我會講的是甜甜圈 因為他 棒棒糖啦 我想什麼 棒棒糖就是甜甜圈 我今天語無倫次了 可能是因為 應該 因為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兩點 很多玩家會以為 我 傳 影片的時間就是我 在線的時間 其實不是因為我 我要再 強調一下 因為我有工作 所以說 我錄影都會在深夜時段錄影 你現在看到的 看到的影片呢 就是我預錄的影片好不好 我現在人正在上班 對 所以說呢 各位就 見諒一下 我沒辦法 當下回你的留言 是因為 其實留言真的已經回不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有自己的 工作要做 所以說 沒有辦法去回留言這件事情 我就 現在這邊 跟大家講一聲 好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來講就是 剛剛我講的 殭屍護疾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剛剛在等有沒有 那個 拿 拿槍的人 結果都沒有出現 有點可惜 因為他如果出現的話 我是很想拿到狙擊槍的 而且都還沒有報仇過 因為每次 就是剛好要 要遇到他的時候遇不到 然後常常就是拿一堆東西 以後就被暗殺了 就是被拿 那個狙擊槍的電腦的 玩家也幹掉 他攻擊一發好像是50吧 所以說 大概兩發你就GG了 好 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今天要最快 升經驗值啊 全部清完以後 你把所有生理的東西採集完 你可以省下體力值 Alanj的消耗 然後又可以得到 這張地圖所有的 經驗值 所以升級會最快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收集 ATV的話呢 快速收集的話 我其他集有教 你們再回去看一下 好 再來就是要到 橄欖森林了 橄欖森林呢 我現在想去偷開箱子 可是我要說真的 偷開箱的距離很低 然後有一個玩家 他之前提供BUG 情報給我那個玩家 他把 泰坦給 GANK掉 然後圖片 我忘記今天忘記跟大家分享 他其實有拍圖給我 我可能在下一集的時候 再分享他那個圖片給大家好了 好心跟他講 其實你看喔 這個地方啊 馬上開始來講 就會有一堆僵屍 所以說 呃 是蠻有困難度 而且泰坦會馬上就衝過來 而且他攻擊非常強 我現在打他基本上他根本不會痛 我現在砍到的是那個 對我現在這武器砍他根本不會痛 我現在就像連偷開箱子的機會都沒有 你看他打了下50滴 所以知道怎麼玩呢 好給大家看一下箱子好了 其實我很想看箱子內容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高手玩家 你現在有BUG 你也可以來試試看 有沒有開箱子是什麼 沒有薑屍超級多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能會盪掉 啊不想吃啊 泰坦攻擊太強了 他打兩下我連開箱子的時間都沒有 因為箱子啊 箱子他必須要讀取 所以沒有那麼快 哇超強的 就像用S型跑法也跑不掉 他跑超快的 這就是一台坦克啊 Tank 一台坦克 好現在有看到箱子 箱子目前看是只有一個 一個物品包 好很好我快死掉了 快跑喔 好 很好很好很好 好 跑掉了 好基本上來講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非常的難 好 再來呢有玩家說 有沒有廣告這個東西 我就來試一下吧 因為很多人說廣告都不見了 我現在不是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 官方什麼代言時間不是喔 是我要測試有沒有廣告 其實你看喔像我版本裡面還是有廣告 當我按一個距離 體力值是大不了的地方 像我天啊體力值就23嘛 我要到回到家裡面要46的體力值 可是我今天 沒辦法使用體力值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個廣告 好現在來看一下廣告吧 這款遊戲呢 這款遊戲已經很久了 這樣可以回家嗎 還不夠耶 天啊 要多久啊 好沒關係 那反正我原本就是要先介紹就是這一集的 剩下其他的內容 就是新的兵器 好 我真的有準備好今天的資料夾了 就是我稍微整理一下 想要讓大家比較 自身玩家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好大家記得喔 那個真的沒有密碼 不要那麼有密碼 真的不知道 沒有密碼這個東西 好這個是那個Android的 如果你今天再下載Android的介面呢 你就會看到 就是會有這幾張圖 然後這幾張圖簡單解析一下呢 這個地方有可能是新開 可能說 說明是正式版的地圖 也有可能 然後未來可能說你在你的 營地裡面 外面可以看到其他殭屍 殭屍可能會比較多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進不進得來 也可能進不來 就是外面做的造型 或許也進得來 這很難講 因為你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現在只要任何遊戲 他們一定會把最豐富的圖片 放在下載遊戲的 畫面下面 這原因其實是 為了吸引你們去 購買這款遊戲 或者是下載這款遊戲來玩 這是很重要的件事情 好我在開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先順便開那個廣告 有下面有鐵地址了 好 現在來講呢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圖片 這個家裡面的房屋建設來講 已經見到像2層那麼高 這個目前都沒有開放 目前我們只能夠見一層 你看他現在這個木板 見到像2層那麼高 這個是目前我們在玩這款遊戲 沒有看到的 的一個選項 可是現在有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看到 這些東西都有 這是那個醫療桌嘛 然後有收音機 然後 這個是那個布桌 床 燈 然後 這是餐桌 然後這個燈目前你做的話 是不會亮的 他現在會亮有可能是有發電機的存在才會亮 可是沒有看到發電機 所以說以這邊來看的話呢 這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物件 然後他可能有發電機以後才會有這個燈亮 發電機在這裡 我看到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發電機呢 就是未來 未來會開放的東西 果然跟我那時候講的一樣 我在之前集數有講說會有應該會有發電機 來吧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叫發電機 這個東西呢應該是未來 家裡面必須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有需要用到電的話 應該有這個東西 像現在比較不符合邏輯的是 現在有收音機 現在有收音機 可是收音機根本就沒有插電 所以有可能收音機是裝電池嗎 對不對 這樣就很難講 好 這是剛剛 這張 這張圖的解 解 我的分析啊 然後剩下的 下一張圖是機車的畫面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人物他在主機車 這應該也是官方特別做的畫面 因為機車目前呢他提供很多情報 可是也沒有說什麼時候開放 包括 A區的地堡 什麼時候開放也沒有確定 因為你們要記得我們現在是1.4.6版本 1.5的話 才會有機車 才會有地堡的存在 所以說 還要大概三版過後 1.5 對啊很久 所以說基本上大家還在等 好不好 官方只是為了讓玩家越來越多 所以會釋放很多訊息 可是他這次訊息不是代表說 下一次更新就有這些東西 因為以我長期玩遊戲來講 我已經玩很多年遊戲了 只要是任何App Game 他一定是要做很多 灑狗血的東西去吸引玩家 注意力繼續玩 好 然後現在是公測說他更要吸引很多玩家 下一張是 消滅水口感染者的那個圖 這張圖呢 很簡單來講就是有點像這一次的更新 1.4.6更新的時候 B區被 洗白嘛 B區可以重新攻略 可是A區沒有 A區還是維持在我們之前 一開始玩的時候的狀況 殭屍全部被我們清光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張圖來講就是 A區的 A區的地圖的殭屍全部復活了 你要重新打一次 當這打完以後有可能才會開放實驗室 大家記得這件事情 你現在去不要 現在不要去A區喔 你不要衝動喔 影片一定要看完 我的影片真的要看完 不然你真的會 又衝去那邊 因為我 都會再上次強調 目前沒有開放 真的沒有開放 所以不用再管密碼了 現在沒有開放這個東西 那你看到很多殭屍 所以 之後呢 開放的時候一定 這個殭屍的地圖會在洗白 所以說你們就必須去 收集A卡 A卡先留 A卡可能要重開 打開後要先把這張清完 清完後呢 官方一定會適時的提供出密碼 這樣子的話你才有機會 得到 這個實驗室的密碼才能進去 好 基本上來講這張圖是這個儀式 好 尋找稀有的物品 這個就是 也是官方提供的圖片 像這個我覺得還蠻遙遠的事情 是因為第一個你看喔 左邊來車 這台車在我們現在玩這款遊戲完全沒有看到這台車 所以這台車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開放 應該是我自己 自己覺得是應該還蠻久之後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為了這張圖會覺得說 哎呀馬上就要開放 沒有 好不好 這是官方的伎娘 對那我也不是官方的人 我只是喜歡玩這款遊戲 然後 跟大家分享這款遊戲的一些親得 跟 呃 跟一些情報 好不好 好 下一張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張啊 這張就是官方提供了 新的武器的資料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這邊有那個 火焰噴射槍 然後電鋸 跟那個火神機槍 最下面這應該是有點像狙擊槍 的頭 好然後這些材料呢 目前看的話 也是無法製作 因為沒有機槍 然後這些東西在藍土面也沒有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還沒開放 我未來講呢 應該是開放 A級地堡的實驗室的時候呢 這些 武器也同時會開放 所以目前來講是沒有開放的 大家記得這東西都沒有 沒有辦法製作 安全屁屋所 這個是不是看過啊 這就是第一張嗎 好 大家就講完了 然後 第二個單元是要講一個玩家 好現在玩家分享時間到了 我現在每一集都不敢錄太長 因為我真的怕大家 說 急速太長 好不好 就是那個一集錄太長 廢話太多什麼的 有玩家有這樣留言給我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基本上我都講的是重點 很多 好 這你們看到他在玩了 我記得他說要玩一個月 一個玩家 他說要不提供玩家名稱 對 他說要低調 好 為什麼要提供他的圖片 因為他圖片收集得比我完整 因為我自己只有收集到兩個 噴氣罐而已 可是他收集到 收集到五個顏色 基本上我記得這款遊戲目前 提供的就是總共五個噴氣罐 他都收集到了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而且他的 那個啊你看到這小圖都知道 他分的顏色超漂亮的 是怎麼回事 這超有藝術感的 好 再看下一張 他這是木板 二級的木板 原木升級後是長這樣 20個然後這是動物皮 做好的皮革 好這是刀蟹跟 那個 棒棒糖跟槍枝 然後二級的死塊 好膠帶 然後 這個那個是什麼東西我不太知道 下面好像叉燒什麼 他消之類的東西 然後手箭筒之類的東西都還沒開放 好 下面下面他的 USB鎖頭跟 手錶都還沒開放使用 所以目前沒有共用 可以先留著 好 這是他的物體 我覺得顏色配很漂亮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空罐一定要留 空罐未來可以做很多東西 所以先留著 就是 吃完了那個罐頭食物 的空罐要留著 然後這個空罐呢 目前來講 他是沒有 呃 沒有辦法補充東西進去的 所以他 吃完後就是變空罐 你要把它變成罐頭 是沒有辦法的 好這肉乾跟卡片 卡片的部分 ABCD R 欸他好像少一張卡 對我看一下喔 我的卡 我記得 欸他少一張卡 ABCD 看一下喔 喔他尿尿啦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移過來 他一張F卡 ABCD F卡他沒有拿到 然後這些卡片呢 現在只有開放到 A跟B 所以其他卡片 都先留著 其他都還沒有開放 好 然後 不見了 圖片 好他收起物件呢 這些東西 輪胎呢現在目前沒有 應該是為了做汽車用的 還沒有使用到 然後這帆布是ATV用的 這也是ATV用的 電池 相機黃金 手機都還沒開放 燈泡沒開放 這個沒開放 這應該是為了 我才是維修東西用的 也還沒開放 鋸子應該是汽車用的還沒開放 電線的部分 是ATV現在的材料 好 再來下一張是什麼 鐵釘跟鐵塊 好他這動物皮 好很多蘿蔔食物 好大致上他這個地方呢 就介紹完 他的顏色分很漂亮 喔他這鋸子超多的 鋸子如果那麼多把 或許可以跟泰坦拼 泰坦拼喔 我記得這隻鋸子好像可以打泰坦 好像是可以打到兩滴吧 還是一滴忘記了 好 所以我可能會蒐集材料跟他打打看 好這就是這玩家提供的 那個他的 集裝箱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整理得非常好 就是很多東西 然後下個玩家提供的是那個 他的家 我覺得很厲害 他他已經從這款遊戲剛開始玩到現在 然後他的 遊戲名稱就是這個名稱 YT Dash Milk T 對 牛奶茶 奶茶 好 這應該是沒有念錯奶茶吧 好 然後他的家呢 我覺得很厲害是他都見到 目前最新的地板 三級地板 三級地板的話就如現在這圖看到的 呃 就是地板是10塊然後 10塊的 牆面窗戶跟牆壁 然後他的 他的家也是佈置得很漂亮我覺得 還不錯很專業 然後他這邊都升級到他只剩外面這三隻僵屍的家沒有辦法升級好 其實基本上他都升級很多 他之前在PO這圖給我的時候很擔心說大家會誤會說他開外掛 我在這邊澄清他完全沒有開外掛他是很認真的一個玩家 他很認真的在做居家 居家改裝的部分 他是目前我看到 玩家裡面 呃升級到最 最高等級的玩家 目前我看到的 然後你看他的集裝箱也是 就是 呃包括整個地板都是現在是升到最高了 對他從如果是從剛開始玩到現在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會是外掛 組成的因為外掛房子 我看過國外的不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他自己蒐集而成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 我覺得他很用心啊超強的 對 所以大家如果說想要 想要等這款遊戲其實現在很多玩家擔心洗白 這件事情會比較麻煩會造成你可能玩這款遊戲會有點信心 大 大將 跟我之前有點像 因為我之前也怕被洗白 所以ATV的材料我就不太想收集 好 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剛剛一開始應該要先講這件事情 有個東西叫做巴哈姆特 你今天如果是新手玩家不管是新手還是資深好了 你有任何問題就到巴哈姆特來 因為這個這個巴哈姆特呢 就是 集合了台灣很多 玩家跟版主 他們版主通常都是比較資深的攻略主 所以他可能會研究遊戲的內容 如果說今天你玩這款遊戲 你要解答很多事情 這邊都會有 然後通常這個首頁部分會有熱門推薦的東西 像這個就是有自製地圖 就是有玩家自己把一個地圖給做出來 對 這是所有的地圖的 的名稱 然後你可能剛開始玩你會聽不懂 我跟你說你們不用擔心 就慢慢玩就好了 慢慢玩慢慢摸索 像我剛剛玩這款遊戲我完全什麼都不懂 可是我可以玩到現在也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像這個懶人包就是新手部分 他這邊也有教學 都是很強的版主 所以大家記得 這邊有版主 所以呢 版主都有寫好什麼 像這邊有寫啊 什麼製作啊 什麼佈置倉庫空間什麼的 好不好 玩家記得 如果沒有回答你的話去找資料 好不好 資料是都 都在網路上的 網路上很好取得你要的資料 大概來講這邊都很多新的東西啊 包括新手資訊什麼都有啊 像你想要問說 史物表這邊也有啊 就比如說史物補多少 他也附圖片了 超強的專業 超專業好不好 然後我是影片實況主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看影片的攻略就可以看我的 可是如果你要看的是比較文 圖文的部分就可以看巴哈姆特 大推 好不好 因為我自己都有時候會過來看一下他們沒有PO新的東西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互相研究一下 自己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你們看喔 這還有開局的教學 超強的 好不好 所以 各位新手玩家 你們記得 一定要去 爬文 爬文是 你成為一個玩家 如果你今天想要一款遊戲 你就要花時間去研究他 而不是說一直問人家 因為一直問的話 其實 大家有時間會回你 可是沒有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查詢 或自己去玩遊戲去體驗 包括英文其實都可以查 有翻譯軟體對不對 直接去翻譯就好啦 對 所以有時候玩遊戲不要求人 對不對 我們不用低於弱勢 我們可以自己主動出擊 自己去找尋答案 好然後像這邊我看到是文章列表 你們看也可以看到首頁是這一個 文章列表是這一個 這邊就很多 像LINE群組也有 然後 我本人 我不算拿鐵字不創LINE群組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是主攻遊戲 我希望可以 很好的 花很多時間研究遊戲內容 跟 介紹新遊戲 跟試玩 所以我真的沒有 很多時間可以再加入LINE群組 跟大家一起討論 這個我要跟大家 說一聲很抱歉 對 然後如果說你們想要 討論也可以 加到 很多LINE群組 現在很多末日的LINE群組 大家可以加進去 互相討論 然後我能提供的情報 會全部在我的 YouTube頻道裡面 跟大家分享 然後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 就是 你有人在看我影片 你真的喜歡 我介紹風格 如果不喜歡我風格 沒關係 我不會在意 對 一定會有你喜歡的實況主 跟你討厭的實況主 今天不管你喜歡我或討厭我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在遊戲中 你找到任何的 答案 其實你就是勝利組 好不好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想要這款遊戲 的內容 想要看影片版的 你可以從第一集開始看看 現在33集 你絕對會得到很多情報 好不好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這些情報跟這影片 我都是為大家而拍的 好不好 我一邊玩一邊拍 情報給大家 所以希望你在我的影片中 可以得到很多你想要知道的答案 甚至 你可能永遠不知道 你看完影片後就知道了 這個其實就是 影片拍完就是為 跟大家分享用 除非我有時候 也會講錯 很多玩家會跟我 糾正我 然後更正 我覺得很好 然後大致上 那就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就到這邊去 看一下內文之類的內容 好這叫巴哈姆特 我會把連結留在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 打開來看 這些攻略 最後最後我要介紹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很多 因為很多玩家會投稿給我 可是說真的 我真的比較忙一點 因為我真的希望可以主攻在遊戲部分 所以說如果你很想要提供 有趣的圖片給我之類的 請到我的 Facebook的 粉絲團就是這一個 不是我不喝拿鐵喔 你要搜尋 App手遊情報才搜尋得到 因為有玩家跟我說他搜尋我不喝拿鐵搜不到 對因為 我本身不是說要我不喝拿鐵這個名字 來介紹 應該怎麼講 我們就是要介紹 App手遊的遊戲嘛 所以說我當然名稱會創App手遊情報 加入這一個 然後呢我現在有開了三篇貼文 貼文下面你可以貼 要貼有關喔沒有關的我真的會把它刪掉因為 這樣會影響到整個 這個內容 對不對因為像這篇就是居家裝潢募集 你可以把你家裝潢的漂亮 然後我這邊的話是希望大家提供三張就好不然這個留言會跑太長 所以說你就可以 留下你的ID然後寫說 一句話比如說你又說哇這是我 我家的迷宮 類似這樣子 然後一張也可以 最多三張不要超過三張不然我會刪掉 不然這樣大家會看得很辛苦 好 然後還有一篇是 最久的這種目擊就是有可能你今天被殭屍追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件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拍下來 死之前之類的最後的吶喊 拍起來以後呢你就可以把它傳到我的 一樣Facebook 這個單元下面 你加貼圖加遊戲ID加一句話 就搞定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這種遊戲 如果沒有人再分享這平台我希望我的Facebook可以 成為大家互相討論的一個平台也不錯 下一個是攻略組集合 如果你覺得你是個攻略組 你覺得你有很多情報 很多BUG發現什麼的 一樣到FB這邊貼文下面去 貼下你的攻略 這樣讓大家認識你 然後也可以大家互相討論 然後我也可以在這邊看到 因為如果你現在等我回留言 我只能跟你說真的很久 像我現在當實況主 我也知道實況主最大的痛苦是 沒辦法一一回覆大家的留言 好不好 因為實況主其實大家都會 很鑽研在幾款遊戲裡面 然後像我本身其實 我經營這個頻道 我原本是想要玩很多遊戲 可是最近其實都玩這幾款 是因為這幾款 非常多人想要知道裡面的情報 所以我會花更多時間去研究 所以導致我沒有要去回留言 所以請各位玩家見諒 其實很多答案都到我影片裡面了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現在說的這三篇Facebook的 內容 大家可以去 去投稿 然後呢 只要不要跟 本文不符的話 我是不會去把它刪掉的 因為我希望這個內容就是大家可以去po這三篇 就是你看這個就是po這個 好不好 大致上就這樣子 然後呢 我想想要什麼 官方的Facebook再介紹一下好了 如果你要看最新情報就到這個 這是官方的Facebook 你們可以在這邊看到最新情報 然後有一個叫做翻譯功能 你們可以直接按右鍵 按翻譯就可以看到他寫什麼了 就是如果你這 迫不及待想知道官方在幹嘛 就用翻譯吧 好不好 好 今天這集呢就到這裡了 因為等一下殭屍草又要來了 我就要先躲起來 殭屍草的話基本上只會破壞一塊牆壁 好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啊 因為這款遊戲我會繼續的 為大家解析 然後每日我都一定會去 新增一篇 遊戲實況 可是如果最後 最近如果沒有什麼這款遊戲的 內容的話我可能會先玩其他遊戲 不過這款遊戲有新內容 就會馬上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這遊戲就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 然後 按個喜歡也可以分享出去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不喝奶鐵頻道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